海法首席法学士在第一天世界主教会议上 责备宗教领袖在犹太大屠杀中坚默不语 高汉法学士在世界主教会议第十二届常务大会上发表讲话 也是首次非基督徒在世界主教会议上发言 高汉法学士所准备的讲题集中在 犹太人如何诠释西伯来圣经 他总结时提到某些人的想法会对庇护十二世有负面的影响 在离开大会前据透露高汉法学士说 以用他的话我们难以忘记悲惨和沉通的情况 竟然连各大宗教的领袖坚默不语 没有设法来帮助我们的弟兄 只是选择沉默和秘密的帮助 这样的评语引起了对先教宗庇护十二世政策的争论 本周四正是庇护十二世去世五十周年 当天会举行纪念弥萨 所有出席主教会议的主教会共计 由教宗本都十六世主持 上个月学书界刚讨论和分析他留下的遗产 高汉法学士在他发表讲话前接受访问时表示 他答应在世界主教会议上发言 才没有注意时间 我需要坦白说 我不知道在同一个聚会发生 假如我预先知道 可能我不会来 我明白某些报刊会认为我出席会议 就代表我没有表明反对的立场 世界主教会议的英文发言人 卢卡斯注意到他并没有指明是庇护十二世 他提到某些教会的领袖 没有加以援手或坚默不语 这可以指许多人 正如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任时所提出的文献 也谈及某些人不加援手或坚默不语 但我不肯定是指先教宗庇护十二世 法学士在发表讲话前 被访问时所说的 与他出席主教会议所讲的是不尽相同 2007年5月份 传信部声称 庇护十二世具有英勇的德行 然而在丰盛的程序上 还有待教统的签署